大家好,欢迎来到表书看世界 这一期节目呢,我想聊聊这个郝海东 郝海东是谁 我想在我面前的这个观众朋友 绝大多数人应该都非常熟悉这个名字 其实呢,我是一点都不了解 一点都不了解 就是6月4号那天突然呢,有个朋友发微信给我 当然了,后来就有更多的朋友发微信给我 当时我第一次收到这个微信 然后我一打开了,是这个油管,油管的链接 然后说郝海东在朗读这个 应该叫做新中国联邦吧 新中国联邦的一个声明 后来我也看完了,看完了 然后呢,我说这人是谁啊 怎么看得似乎有点面熟啊 然后我就问我朋友 我说他是谁啊 他是什么人啊 然后 因为这个当天也是挺吃惊的嘛 这个这个看到这个名字和这个新中国联邦这个名字 这个弄在一块啊 的确是挺吃惊的 我想很多人也都挺吃惊啊 然后我就问我朋友 我说这个郝海东是谁啊 他说连郝海东是谁你都搞不清楚啊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我孤陋寡闻啊,在美国待了30年了 而且对体育啊,特别是足球这项运动 是从来就没有这个兴趣的 大学的时候也 也对体育 这个这个特别是对这个足球是一窍不通 你要问我篮球也差不多 足球我真的是一窍不通 然后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 然后我朋友说你你你哎呀你点的是没救了啊 这个郝海东是家喻户晓的这个足球明星 我说足球中国足球不是总是听不出亚洲吗 总不是经常说是球迷啊 对他们很不满啊 说是这个足球队应该应该撤了算了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那个郝海东据说是在国内非常有名啊 我想大家都应该清楚 后来我就到谷歌上去搜索啊 就去到谷歌上搜索啊 才发现啊 郝海东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果角啊 而且他的爱人呢 也是非常有名的两次的这个羽毛球的世界冠军 那么后来我就仔细的找了一下 说他们目前应该是他们应该也是移民了啊 可能是几年前就已经移居到西班牙 去了在西班牙居住 所以当时看完了这个视频以后觉得也是挺吃惊的啊 然后后来就很多的朋友也在发微信给我啊 说你这个这个你看这个这个我说我都看了 我都看了说你怎么觉得呀 你你你你哎呀我说在海外嘛海外是很自由的地方对不对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 他能够表达自由的表达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 不管他的观点是你认可还是不认可啊 他作为这么一个据说是非常有名的人物 而且呢在微博上听说有将近八百万人的粉丝啊 这么这么有名的人物啊 他居然能够当了全世界的密尔啊 来朗读这个叫做新新中国联邦吧啊 的这个声明啊 的确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啊 没个胆没有胆量的话 我想是没有人啊会去这么做的 因为他毕竟在国内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和亲人 是不是啊他啊这个这个啊能在油管上这么露面啊 是一次啊非常不同反响的露面吧 当然了在美国的华人呢 恐怕对可能大多数的华人说实在的啊 啊恐怕对郝海东也不是非常了解啊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可能很多人啊 啊因为他这个这个啊毕竟他也是退役的嘛啊 究竟他后来干了些什么大家也不是非常的清楚啊 当然他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啊 那么我的不少朋友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啊 有人说哎呀你看看他啊真是个汉子啊 这个这个能在能在这个油管上这么说话啊 真的是很佩服啊 那么也有人说哎呀你看看郝海东你看看你这自己自己断了你自己的这个前途 实际上呢啊 啊说你看你自己断了自己前途 你看你你你你你都五十岁的人了 是不是你又被别人耍了吧 是不是啊 就说你这个啊 哎通常是有一句话就形容运动员就是头脑简单嘛对吧 五大三出肢体发达啊 然后头脑简单是吧 一定是被骗了被别人耍了 哎但是我想这个郝海东不管怎么样对吧 人家是五十岁的人了啥没见过对不对 啥没见过啥没听过是吧 啊你怎么说他能够他被别人骗了被别人耍了呢 是不是如果真的是被别人骗被别人耍人家人家愿意啊对吧 哎因为我也看了他爱人的讲话啊 妻子的讲话 所以啊所以就是说啊在自由世界当中呢 每个人要每个人表达啊表达他的政治理念 或者是政治立场的这个自由对不对 啊当然了这种自由在中国是不可能有的啊不可能有的啊 因为你要是这么敢说出来的话 那你你你你你肯定就进进进去了是不是 人家啊我朋友还跟我开玩笑说 你看那个好像那个 在中国大街小线上的那个什么 二十几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吧 啊画的墙上是可以的 如果你把它写在牌子上 你你你拿出去举个牌子你肯定就糟了是不是 你肯定就惨了 不管怎么样呢 因为最近几天这个他的名字啊 不光是在油管上出现了 现在很多那个西方的媒体上你你只要去百度谷歌一下 他的那个名字已经是到处都是了啊 虽然我听说国内好像已经把他的所有的那些社交媒体账户全关掉了啊 然后他的名字也被抹掉了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我觉得啊他是一条汗子啊 很佩服他 好那么今天呢啊 关于郝海东啊我就聊到这儿啊 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收看的话 欢迎你订阅 欢迎你留言 谢谢 再见